本节目由 多伦多佛光三佛光会 共同制作 王伟主持 跳望无垠的夜空 忘掉千载的忧愁 栽树智慧的花朵 天几笔水醒的姻缘 欢迎您收听今晚的心灵花园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心灵花园 今天在直播室呢 依然有我王伟还有我们的顾师傅 顾师傅您好 阿弥陀佛 王伟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阿弥陀佛 师傅上个星期呢 我们这个空中佛学院 师傅提到有关于这个碳病 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那上个礼拜好像也曾经做过这个预告 说我们这个星期的空中佛学院 要讲到有关于这个吊上 所谓一些 关于一些临终关怀的一些事项 对对 所以我想这一些 可能听众朋友们 未必会想到说 我要去注意什么 其实这是一个人生的礼仪 那么养生送食 这个是迟早都会 要为别人先做 最后最后最后 我们自己留给别人为我们做 所以我想这方面 有一点尝试还是需要 还是需要 因为其实我相信 每一个人都会 有需要的这么的一天 比如说你出席人家的商礼的时候 可能要注意一些什么 事项 那我会觉得以前的人 比较注重这方面 那现在的人呢 就比较自由惯了 我确实在今天的空中佛学院里头 想提醒一些 现在的人比较疏忽的部分 好 那我们就赶快请师父带领我们 进入我们今天的空中佛学院 空中佛学院 各位空中佛学院的听众朋友 大家吉祥 在今天的佛门礼仪 也可以讲是我们这个单元 就是佛门礼仪的最后一讲 那么我特别就是要提一下 有关我们这个人生 这个两件大事 一个是生 一个是死 那么从佛教的观点来看 就是人往生 就是人死亡的这件事情 那我们总是 在这个人生旅途上 总是难免会要有遇到 那么当然从我们去参加 亲友的这种往生的 不管是佛教的这种告别仪式 或者你到教堂去 参加这种告别仪式 那么总是 我当然比较是熟悉佛教 所以以佛教来说 那么就是用佛教的方式 那我们应该要有的一些 注意事项 比如说从一开始 我们接到可能是 这个电话或者是复文 或者像现在都是有 电子邮件的这种通知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去参加 应该要回复 这个就是商家 那么好让这个商家的主事者 他们可以知道说 当天大约哪些人 多少人会出席 这个告别的丧礼 那么让他们好 跟这个殡葬仪设 他们是可以安排 适当的这个听堂 那么当然在这个谈话的言行中 就是应该尊重家属的安排 那当然要慰问 那另外就是说不要 像有时候我听到有些信徒讲说 家里头三姑六婆意见很多 弄得都不晓得怎么做好 我觉得我们还是避免 总是有这种专业的 就是藏仪社 他们在做一些安排 那家里头也有家里头做主的人 也不是我们所认识的这位朋友 他不一定是家里头做主的人 他也许是晚辈嘛 所以有的时候 这个要给予一些意见啊 或者是提醒等等 是要看情况的 那么再讲就是说 出席这个商礼 就是告别仪式的时候 或者说祝念的时候 其实要注意服装 某一些场合 就是说这个往生者 这个是他的人生大事 我有时候看到 有在西方国家 这个有 就是带着棺木的这个商车 就走在路上 旁边的车子会自动停下来 让他 因为这个时候真的是亡者为大 就是让他直接可以通行 在这个马路上 让他走人生最后一趟旅程 是受到尊重 是这个一路都可以通畅无阻的 在西方国家 有时候我看到这种场合 也觉得也是很心中很感佩的 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出席的时候 那个服装也要尊重 大部分我看到的 当然大家都是很尊重的 这种就是正式的端正的服装 那西装或者是说女众 这种比较洋装 正式的就以素色的 朴素的这种服装为主 不适合太彩色 太花俏 甚至于也避免带太多的 这种装饰的 珍珠项链什么这些 都是要尽量是朴素为主的 那么不花俏 偶尔我会看到 怎么有人穿得很随意的那种便服 甚至于还有 我很惊讶的是 还有牛仔裤 布鞋 凉鞋 像这种 就是不够尊重这个往生者 还有尊重这个场合 我觉得这方面 可能我们是要非常注意的 那么另外就是 在这种场合 吊咽的场合 应该要保持一种神情的 树木 静默 因为这个时候不是那种 收学在做公关应酬的时候 所以不适合 好像我想我应该是比较少看到这种场合 就是说有人在那里发自己的名片 又握手又寒暄 自己去做自己的social这样子 我想我印象中是没有 但我总觉得应该要再提醒一下 这个时候不适合 因为这个商家都很悲伤 那我们跟着这种 自己的心情也好 表情也好 应该都是配合一致 而不是在做另外的交流联谊 看到谁又笑得很高兴在打招呼 回过头来又对这个商家又觉得怎么样 这个变化之间 我觉得跟这个气氛不符合 所以是应该要注意的 那特别是在这个仪式举行 或者说宗教仪式 或者是甚至于是在 比如说在这个自哀池 或者在赞扬这个王者的生平等等 我们就是要很庄重的注意聆听 不是说趁那个时候 我赶快出去喝杯水 我赶快去做什么 不应该是这样 另外就是如果有佛教的仪式 比如说我就以我们佛光祝念团来说 那么前面有他们的佳祭仪式之后 或者公祭开始 或者说恭请佛光山法师 主持这个诵经 那么恭请法师进入 我们带着佛教的这个 他有一个程序 那么诵经到赞扶记到念佛 念佛的时候呢 其实本来应该是亲友 要先上前去年香或者上香制意 那因为这种香末的这种年香方式 用手就是大拇指跟食指 就抓一小撮的这个香末香粉 然后再起眉一举 然后放在这个香炉里头 那因为我们大概经验告诉我们 很多人是不熟悉 也不知道怎么办的 那么当然两旁会有人引导 我们配合引导也可以 或者我们有时候倒过来 就是让祝念团的人先去做一个示范 祝念团的人先去年香制意 那因为有前面的示范 那后面的亲戚朋友大众 陆续都会随着这样 整个的仪式就会很顺畅 那么总是上香或者年香的时候呢 是奇美一举 不用拿着香一直在那里 男男友子在个人在那里拜 因为是大众一起的时候 应该依引导或者看前面的示范 那么奇美一举 这个是本来在我们中国来讲 也是一个礼仪啦 奇美礼 好那么另外我觉得要尊重 对方的这个信仰 如果今天我们到教堂去 我们就按照教堂的方式 那今天如果是法师来主持 佛教的仪式 那么比如讲说 我曾经听说有一个 只有一个团体 他们也常常热心帮人助念 但是他们会拿那个 就是胶水啊 在王者额头上涂 然后撒上金刚砂 我觉得这个是要避免的 金刚砂当然是 也就是恒河砂 那来自印度的恒河 那印度教的 这个印度人 或者印度教徒 他们是觉得要撒上 就恒河沙 或者他们甚至要到 恒河里头浸泡的 那是他们就是 印度教的这个很大的加持 他们认为恒河 有恒河女神 有得到这样的祝福 但佛教并没有这样的主张 所以不必这个 这个一样化葫芦了 那另外如果说是 比如说祝念团 团体参加 这个祝念或者公祭 要注意 这个行动要整齐一致 比如说集合的时间 集合的地点 还有统一的服装 像这些都是要配合的 那么总是简单 跟大家谈一下有关 参加这个电仪 告别仪式等等的 这种注意事项 希望如果以后 有必要能够参考的 也在这里祝福大家 奥弥陀佛 师父 就没想到 这个吊上的部分 还有那么多的一些细节 我们平常根本 没有去注意到的事项 当然不同的宗教 我刚刚提到 不同宗教 有它不同的这种做法 那我比较偏重 我最熟悉的还是佛教 还是佛教 但基本上 你不管任何宗教民族 就是你去的那个诚意 从你的仪态 包含穿着 这我刚刚特别强调 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请各位先休息一下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呢 就回来我们的 今天的阅读人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 再次回到我们的心灵花园的节目 现在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另一个单元 就是阅读人间 师傅 我相信我们来到12月份了 今天已经是12月21号了 那阅读人间 我们今天是要来阅读我们的人间学业吗 这个是之前在规划的时候 我就觉得当设定这个主题的时候 大家都很兴奋 今年的学习 其实在11月底 人间学院是告一个段落了 那就是可以讲是丰收的一年 特别在上个星期的成果展 我特别请社教主 一定要做一份放大版的 这个精进制之路 虽然说这一份学员精进制之路 原则上是只有佛学班 就是有报名的学员才拿得到 有编号啊 有记录啊 这些 那其实我想我明年可能要做一些调整 是让每一个在佛光山学习 或者你就是参加读书会 或者你参加供修会 或者你就是参加义工等等的人呢 通通都可以有一份 那就是说王伟会有一本就对了 光是我们心灵花园主持的这个义工 就不得了了 那可是师傅 可是我觉得这个 像我这边 就是师傅也给我有一本就做参考 我觉得好像怎么看到我的儿子的 那个学校的成绩单一样 真的啊 我是不晓得你小孩的这个学校的成绩单 因为他们学校就有分嘛 比如说你数学啦 像一些社会学啦 Social Science啦 然后他们老师就会给你评分嘛 当然是老师来评分 可是像师傅这个虽然是自知录 可是相对来讲也是等于说 对于我们自己啊 在学佛的过程上来讲 给自己的一个评分 记录 对 对 有记录就有评分啊 我只是希望大家看到这一份 这个放大版的自知录 就是可以看出 一来是杜伦多佛光山对办教育的这种热忱 对 认真 那规划了不同的学区 比如说 密西萨格那就是道场了 沃特路呢 马卡姆呢 都有安排佛学课程 或者是一些才艺班的课程的学习 那共通的当然就有一些 比如说你有没有参加读书会 会考 或者是专题的讲座 像我们其实举办蛮多的健康讲座啊 生活讲座啊 这些 那还有另外 比如说王伟今年参加的世界大会啦 参访啦 这一些 还有讲席会啦 还有特别的年度的活动啊 那么多都可以写 都可以写在这里面 那我觉得最高兴的就是佛学会考 这边写考是80分以上可以得5分 基本上这5分我已经有了 如果把这个5分再加上义工时数 其实已经有60分以上了 60分以上 肯定有的 那另外当然 像我手上 随便拿了一位师姐的 我看到他 几乎他是马卡姆的学员 马卡姆的佛学班也是全勤 其他再加上共修 我想他一定有90分以上的了 而且讲到这个马卡姆 而且我们新的这个 马卡姆的这个新纸呢 大概也在明年来讲的话 就可以启用了 在2月份 2月份 所以到时候会有更多的课程 跟活动会在那边举办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说阅读这个人间学院 单单从一份这个记录的自知录 就可以看到就是到场为大家的学习 做了这一份这个记录 你自己做的 你出席了你就打勾 那下来之后 你一年又一年 你把这一本回头去看 你会很有信心说 原来我参加了这么多 学习这么多 真的没有白白的浪费掉一年 因为到了12月 尤其现在已经过到下旬了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 要总简 回头再去反省的一个时候了 不然我觉得蛮欣慰的是 如果我自己填写的话 肯定这一张的这个所谓的自知录 如果把它当成成绩表来看 那肯定是比我小时候成绩表 好看太多了 小时候我是不知道 不是开个玩笑 想象你是很聪明活泼的 那总是我想 就是因为很多人在度过一年之后 有一些人 如果你完全没有这些 熟食马迹可以去追寻着 去去看回你的学习情况的话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很茫然 又年龄又增长一岁了 又过一年 一年到底如何 真的是好像会有点模糊 那有这份精进智之路 明年我们把它再推广大一点 让大家都可以有一个记录 因为后面我都请他们 多留几张memo就是备注栏 你还可以再写下 你重要的一些记录 那我觉得可能有些人会写下 自己做早晚功课的记录 念佛多少送经多少 可能有些人还会记录 我这个捐赠印度佛学院多少 我捐赠什么多少 自己做一个记录 记录对 很全面是你这一年行节并重 福慧双修的丰收的一年 其实说到这个人间学院 就是我们的佛学院 像今年来讲 像上个礼拜 我也看到有很多的 他们的这些成果展 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讶 像有些书法班 还有些小孩子作品 我都觉得 哇 好 amazing 其实我看插画班 中国节班 他们很有成长 我就跟我们的社教组的 妙目法师建议 我说其实像烹饪班 他们虽然没有现场煮出来 应该把他们煮过的这些作品 拍照 也一样张贴出来 就有一些是静态的 那动态的 像农师团不用讲 哇 这是最热闹的一种 那我们又很期待 在义公围炉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 二十四节令鼓团 他们要再一次 当场的又再表演一次 另外我们的佛光合唱团 我在这里邀请听众朋友们 如果您对这个歌唱 有兴趣的话 不要管自己 这个专不专长 总是慢慢学嘛 那么合唱团 非常欢迎大家的加入 那听到他们的这个表演 就知道 原来唱歌 不是说佛教圣歌就很矮版的 很传统那样 今天听他们讲 唱的那个有佛法就有办法 很有带动力 而且唱在这个树宴那一次 那个带动唱 哇 你不要看哦 像那次我们的树宴带动唱的表演 有很多首歌曲 像高山青什么的 你看唱起来 哇 多有活力啊 就是 那当然养生舞啊 很优美的二胡表演 我觉得二胡也很不容易 他们是从零开始的 哦 他们从零开始的 就是说开始开这个班的时候 他们还不知道二胡要怎么拿 然后到今天 哇 这样这个演奏出来 我们都很很惊讶 那今年因为这个太极班很可惜 他就缺席了 其实我们有太极班啊 这个Yoga 瑜伽班 瑜伽班 像这一些 就是很很养生啊 那么在这里讲就是 在佛光山的学习 除了佛学 对 那另外 像这个 在《精进之之路》里头 记录下来的各种班级 佛学的生活的这些 那包含合唱团等等 那另外像中文学校 这些小朋友们 那个佛学会考 我们差不多快四百人来考 对 大人呢 都是在一楼的大殿 那小朋友们呢 我们有同军团 有这个中文学校 中文学校还有一个学前班 大概四岁的小朋友 真的很可爱 只是说他们真的也比较吃力啦 我觉得 我看他们坐在椅子上 椅子 桌子又太高了 有的是蹲坐在椅子上 也来考试耶 这个都是要志愿参加 但他们都 真的是 我觉得他们的那种 想想看我们四岁的时候 五岁的时候在做什么 对 像我四岁的时候在做什么 他们 如果把这个记录留下来 佛学会考 而且他们 当然 就是说 比较 像中文学校 比较听得懂中文的 可能就会考得好一点 我会请老师们 明年还是要用英文再解释一下 总之还有很多要加强的 但是 今天这么匆忙的 带一下这个人间学院 因为已经圆满的 呈现成果 希望明年开学的时候 再有更多的 跟大家分享 对啊 谢谢师傅 其实呢 就像师傅常常跟我们讲 就是说 其实不管 你的兴趣在哪里 那我们2015年呢 相信师傅们呢 会帮我们编排 有更多一些 原来已经有的课程 相信会更精彩 或者也会加入 更新的课程 不管你的兴趣在哪里 只要你有兴趣的话呢 都欢迎你来加入 我们的这个佛学班 或者其他的课程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也将近到了 尾声 非常感谢您 今天的收听 如果你对我们 多多佛光三世 想要多了解 最近的活动 跟讯息的话 非常欢迎您打电话来 905-814-0465 905-814-0465 或者你也可以上网来查询 我们的网址是 三个W 达FGS.ca 再次感谢您的收听 再次谢谢顾师傅 奥密托佛 我们下个星期 我们空中再会了 拜拜 感谢佛光文教 如是我闻 音乐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